國和會派駐聖露西亞也是我們邦交國技術團的替代義男 他涉嫌經營販毒 在過境美國的時候就被美方的司法部門逮捕 我們派到聖露西亞邦交國的時候 他甚至還在警察學校擔任講師 那現在會不會因為凭借外交人員身份從事非法活動 會讓我們的邦交國也覺得我們這樣是太離譜了 這個歷史一定要做好好的檢討 當然替代義男是內政部議政司他在做審查 但是當然出去了就代表我們國家 那這一次其實是美國聯邦調查局跟我們政府其實在 在這一個調查過程是有一些交流合作 所以並不是狀況外 只是因為在偵辦中我們也不能夠先有什麼動作 不過並不是說報導之後我們才知道 是在那個他在轉機過境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美國已經有取得這個方方面的一個聯繫 來跟我們也全力在配合他們爭辦 因為我們在詢問的時候 那時候外交部是說不知道的 這個是兩種也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在民國在91年3月的時候 曾經簽署台美行事司法互助協定 就這個部分 因為美方在逮捕持有台灣公務護照入境的 這樣子的一個代表國家的人 如果我們都在狀況外 這個也表示我們的聯繫溝通是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他們也不信任我們 所以就這個部分 當然部長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事先知情 那就已經事先知情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由我們 去採取這樣的動作 這也很奇怪 這美國的司法主權 那表示他過境的時候才知道 我想的外交部不是說 就是我們外交部 其實我們政府的其他的 不會跟我們外交部在駐外的單位 不是有 就這一次 因為今天非常多的委員 大家也關切了非常多 我們在外交還有目前的處境上面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邦交過越來越少 這也是我們現在可能要面臨的一個困境 在吳釗謝部長 現在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之前有提到 他卸任前他有特別提到 我們有兩個邦交國有鬆動的現象 不曉得部長現在有沒有掌握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兩個邦交國會不會有影響 跟委員報告 可以說是哪兩個嗎 每一個邦交國我們都很重視 我覺得我們只要從固邦到龍邦 比如這一次我們以瓜地馬拉來講 他的這個總統派了外交部長來 那外界有報導 那他們總統就又 這個召開了視訊會議 跟我們賴總統 就是要來澄清外面的可能的一些錯誤 那他們到這個外交部長到了日本之後 又發表了共同對台灣的支持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 瓜地馬拉的這個咖啡跟夏威夷 有七個貨櫃啊 就是現在進不了中國 像這個時候我們 就是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就像之前的立陶宛一樣 我是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除了預警以外啊 我們怎麼樣用總和外交的力量 來讓這些國家覺得跟台灣的交往 還是長久知道 那反而是一時的 金錢外交可能沒辦法持續 洪杜拉斯的白蝦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對於像這次貝里斯總理來 他們的白蝦質量非常好 我們台灣的業者很想用 可是就要去趕快幫檢疫的問題 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啊 來幫他解決 這個時候我想 台灣跟貝里斯的關係啊 就是真正的價值外交 所建立起來的一種夥伴 部長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可能用很多的方式 或者可以讓我們的邦交國感受到 我們可能才是可以長久交往的一個對象 一個邦交的國家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方式啊 我們現在只是比較關切的 因為過去實在減損了太多的邦交國 那如果說像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手段工具 都可以成效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失去這麼多 我們現在也持續擔心 然後面對這樣子的外交的處境 我們當然也全力來支持 不過我們希望大家隨時提高警覺 因為在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現在可能還可以穩定下來 那接續下來我們跟邦交國互動的情誼 還是需要多做努力 那另外一個國家目前也還好嗎 我覺得每個國家都要顧好 而且我打算就是 除了他們來我們也要去 我們希望就是大概就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現在只剩下12個 要怎麼好好的去兼顧 那可能也是未來 林部長的考驗跟要努力的方向 因為我們邦交國畢竟是唯一能夠在很多的國際場合上面 或者可以實質地替我們提案發言等等 他們才有實質的效果 這些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這裡也要請教部長 就我們現在 一般來說有很多的民眾 也有這樣的感受 我們對對岸就是中共 我們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可是我們對很多其他的國家 我們反而會有一些退讓或怯懦 甚至讓大家覺得是怯懦 因為包括剛剛也有講到新南向國家 其實我們投注了非常多的資源 可是我們在很多實質的反饋上面 其實是沒有得到的 反而好像是我們付出的比較多 所以在這個部分 比如說像有很多的免簽 像有很多我們的參訪 其實他們都會受制於很多政治的或其他的考量 或國家利益的考量 其實他對我們並不是像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對等嘛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 是不是也要像其他國家一樣 以國家的利益 還有我們未來的和平發展 各方面的面向去考量 這樣我們整個台灣現在的處境 還有中華民國在對外的時候 其實他才有更廣更遠 還有更長 還有可能更長至久安的這樣的一個方向可以遵循 是 確實啦 外交也有他現實的一面就是要互惠互利嘛 那比如說以泰國來講 他現在延長對台灣的免簽 就是因為我們也是有這個關紅專案嘛 那這個就是一個逐漸在累積啊 更多的一個互信的基礎 那至於說對方強硬有時候是因為中共的因素 因為在中國周邊國家都受到他很多的影響 這個時候我們也了解 可是比如說我講數位新南下 台灣除了是去紅供應鏈 我們的解決方案 我們5G在台灣實施的一個創新的這種應用的服務的成果 就可以幫他解決他國家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提升台灣的價值 來創造這一些跟我們交往國家 他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不是只有現實的利益 還有很多文化啦 還有觀光啦也都是 所以確實啦我們去離心之後 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沒辦法 大概就這個部分 因為新南向的這個政策 已經推動很長的時間 包括我們把我們的一些高科技的技術產業 還包括我們的農業技術 過去其實都一直朝這樣的方向在推動 我們去豐富了他們 可是我們我剛剛講的是我們的反饋很少 我們不是一直講說我們到底對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有什麼對我們 反而他們在受制於中共的壓力之下 他們對我們不敢表現友好 這個我們並不算成功 這個部分我們未來可能還有時間來談 那就整個外交的策略 我們希望說還是有一些新的佈局 還有可能還有些還是要放下身段 當你考量國家利益為上的時候 有些事情其實是應該要透過談判 或透過外交 尤其是外交 那不管兩岸關係 雖然我們在兩岸關係還有陸委會 還有什麼其他的單位 可是都必須透過類似外交手段 這樣子才可以讓大家都可以獲得其力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有外交部也可以開始做起 因為以前大家都都是張牙舞爪 其實這樣無助於台灣的整體的外交發展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5月18號有很多位委員上了太平島 在去太平島之前有很多包括執政黨的委員 甚至都一直公然指責 所以我們這樣會破壞區域的安全穩定 會製造南海的紛爭等等 我想請問我們這一次去 有什麼國家抗議嗎 我那時候還沒擔當外交部長 所以我還不是很清楚當時各國的反應 不過我想這是國會委員會的考察 那我們政府就是全力來配合 那也希望能夠發揮這一次的考察的很正面的效果 我們這一次去就是非常正面 因為第一包括衛福部長 他在國外的時候都說國家主權不容打折 所以像我們這樣去宣誓自己的主權 我們居然不敢做 這樣當你在國內喊著口號 當你在做大外宣大內宣說我們的主權不容打折的時候 我們的領土居然不敢去 或者不讓我們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扭曲 因為我們這一次去其實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也沒有聽到任何國家的抗議 如果有 其實大概會有媒體會有其他的聲音就會出現 我們去這一次看到了防務 看到了我們的碼頭工程 因為在第一線的這樣的一個島嶼上面 有我們的官士兵在上面 我碰到一個在那裡已經服役六年多的 我們南投的一個年輕的官兵 他在那裡六年多 在那裡要待六年多真的不容易 因為在過去我們現在所有年輕人 不要說年輕人 現在所有人大家使用LINE 使用很多的這些網路 還有這些可以運用的這些傳播 其實在那裡在那個島上是不能使用 他完全沒有通訊的這些裝備 現在目前慢慢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他們 其實他們感受到非常的溫暖 在這之前是八年前了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更多的機會 包括部長有機會跟我們一起上太平島去看看 然後這個也是宣示我們主權 這是比較具體的方法 我們希望在國內不要動不動 就拿政治或者拿對岸來把它放大 或者來扭曲或者來打壓甚至扣帽子 我想這是一個例子 我特別舉出來 那我還要利用一點時間 我想要請教部長 因為在521的時候 也就是520賴總統剛就職的這個時間點 在媒體的報導說外交部 國和會派駐聖路西亞也是我們邦交國技術團的這個替代義男 他涉嫌經營販毒 在過境美國的時候 就被美方的司法部門逮捕 可見他他光是過境而已 他就被逮捕 所以他已經被掌握了一段時間 他不是在美國發生這樣子的一個違法的事件 所以可是我們現在特別要提的 因為他犯的都是重罪 甚至最高可以判到無期徒刑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外交替代義男 他是以計畫助理身份 持公務的護照 代表國家 他是代表國家的 他到我們的友邦或友好國家去扶勤 那像這樣的情況有沒有什麼樣的行政調查 因為這是代表我們國家 你當初要去的時候 是怎麼樣做他的背景調查 而且他還是他的專長 是一些網路啊科技方面的這些專長 我們派到聖路西亞邦交國的時候 他甚至還在警察學校擔任講師 那現在會不會因為 憑藉外交人員身份 從事非法活動 會讓我們的邦交國 也覺得我們這樣是太離譜了 是跟委員說明 當然我們未來 這個歷史一定要做好好的檢討 當然替代義男是 內政部議政司 他在做審查 但是國和會 但是當然出去了 就代表我們國家 那這一次其實是 美國聯邦調查局跟我們 政府其實在 這個在 在這一個調查過程是有一些 交流合作 所以並不是狀況外 只是因為在偵辦中 我們也不能夠先有什麼動作 不過並不是說報導之後 我們才知道 是在那個 他在轉機過境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美國已經有取得 這個方方面的一個聯繫 來跟我們也全力再配合他們 爭辦 因為我們在詢問的時候 那時候外交部是說 不知道的 這個是兩種也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在民國 在91年3月的時候 曾經簽署台美行事司法互助協定 就這個部分 因為美方在逮捕持有 台灣公務護照入境的 這樣子的一個 代表國家的人 如果我們都在狀況外 這個也表示我們的聯繫溝通 是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他們也不信任我們 所以就這個部分 當然 部長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事先知情 那就已經事先知情 那為什麼我們 不是由我們 去採取這樣的動作 這也很奇怪 還是有美國 這美國的司法主權 沒有 那表示他過境的時候才知道 我想的外交部不是說 就是我們外交部 其實我們政府的其他的 不會跟我們外交部 在駐外的單位 不是有外交部去抓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事先知情 那你已經知道 這個人有問題 因為他在我們的邦交國 他在邦交國 他是交警察學校 他過境的時候 是美國先出手 他反而不是我們自己掌握以後 我們自己有所動作 這是兩個問題 第一如果我們不知道 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了 而是在美國過境的時候 被他們抓了 這個也是第二個問題 後面的調查報告 再請外交部提供我們 相關的書面資料 給本委員會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